请收看维新世界一公立人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三信大德 先是同修 大家好 阿弥陀佛 欢迎收看水路法会一公立人天 极害年水路大法会已经到了 我们很感恩各单位的分配法务 也正在积极进行的大家努力 大家的无畏师的这种布施的精神 这也是天下太平的表现 尤其大家不求回报的付出 让我们水路大法会更加圆满 谨遵宗主上回夏元才是开始 我们水路法会就是共其世界 永和平 名阳两立 也祈求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甚至让我们家家户户都是安心心安 那社会祥和 国家太平 世界就会和平了 所以极害年水路大法会已经到来 如果说您现在要报名公社联位的话 您要赶快 因为不要大家挤在一起的时候 可能就会更忙碌了 所以如果说你有任何问题 想要做询问的时候 在我们宣佛寺事务部 你可以先打电话来询问 尤其师傅说水路法会 很多人的问题多到太多 你完全完全没听过的问题 你可以打电话 零四九二七二四六六六九 如果你要报名 你就可以直接用传征的电话 就可以了 零四九二七二四零五八 以及零四九二七二零六七二 这样就可以了 新逢我们水路大法会已经到了 那我们当然要邀请的 他也就是我们残疾山 维新圣教先佛四道法师 源泉法师 他也是担任我们水路大法会的 环保组的组长 源泉法师你好 阿弥陀佛 主持人好 各位现实同修大家好 我是袁泉 这次我非常荣幸能当组长 其实这是责任你义务 是 我们希望把他延满 是 能延满就是当你组长的任务 是的 是的 我们水路大法会为期前后有八天的时间 大家来看到的所来的这些法工义工们 真的就是义务 而且大家本着我们就是一个责任的心理 也就是为国修道 为民祈福 以许说功德 我们的上回以下缘产事开示 无功德可言 这正如就是我们源泉法师开示的 就是大家的责任跟义务 就是要做 我们能够让我们的水路法会更加的圆满 所以这一次您还是负责环保的工作 虽然说从第一坛到第二十二坛 从八十四年到现在跟着师傅 那么久的时间 水路大法会您都是没有缺席 但是也做过了很多法工 后来法务的工作 后来你现在选择的就是说好 那环保的工作是很辛苦的 尤其虽然说是到三月底的农历 但是那个太阳 艳阳也是真的很高照 真的很热 我就看你戴了一个帽子 然后围了一个毛巾 然后脸都晒得红红的 还是要开车 这个开车就是在我们七坛一所 每一所你要都去solo社 这个有什么特别 要跟我们这些法工们 就是环保的这些法工们的帮忙 感谢一下 有一些要做宣导的 是 那么我们七坛一所 那么请我们义工法工们 你把你的肉瘦分裂好 可以减少我们到最后再重新分裂的工作 尤其我要呼吁的就是我们当水果籽的水果皮 水果皮都很重 我希望你们不要弄得太大包 很重 很稳重 而且会破掉 满地丢的都是 所以这一点请大家帮帮忙 尤其你们这么的成仙 很潜心来做义工 这义工就是你好我好才义工 尤其我们以前有一个讲师 他到我们宣布室来当义工 是 然后书叫他扫厕所 他就说我当个讲师扫厕所 是 我说你把它当成扫厕所 就等于把它当成扫你身体不好的东西 把它扫掉 是啊转个念 对 结果这个法师扫两三年以后 因为他病慢慢的好的 是是是 所以我们你们很潜心来做 所谓的义工 就是你好我也好 不要讲说我有什么 所以你应当能够把时间工作放下来 来这工作希望你诚心的去做 对来把这个功德来回乡 甚至在这个时刻都来作为我自己忏悔 因为你来这边做义工 你把你的子仙 你护华神 你的冤心载子带到这边来的 你的精进 他们的精进 是 尤其我们世间我常讲说 你欢喜心做一切 你什么都是圆满的 你不欢喜有所忧意 是 你就会受打折扣 没错 所以我说你们很诚信很潜心 我们非常感谢 没错没错 是 所以实际讲说 这是我们责任 有所欲务 是 我们不他就把它玩圆满 是 不要在尤其法会时间 大家能够静下心来 都也都做修行 是 所以我刚才讲的你护华神 你恩亲在职 等等看到了精进 他也一直跟人的精进 是 是不是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环保组的组长 在我们水路法会这一份的责任 也是在这里除了感谢之外 也是呼吁大家 就是我们七台一所每一站的这些环保 收拾这些垃圾的这些的义工们 一定要记得把它分类好 这样子 不用说说回来了 再来分类一次 那好辛苦 所以说大家配合 这也是对法会的圆满 真的很大的一个帮忙 那当然我们知道 就是说水路大法会里面 因为你从第一坛到二十二坛了 现在进入二十二坛 跟随了师父这么久的时间 我们知道就是说 有些人 经过占卜问世的时候 会知道很多的端倪 譬如我们知道 就是说有些人说 占卜一占 哎呦 你这五一负零 这到底我们占卜是怎么样 你才会发现 而这些人应该要怎么样来公社 联位会比较如法 对 当我在幸福寺 常常与大家共同来解决问题 来问世 问世的事外 我首先有些身体健康不好 但是他跟你讲说 他是什么病 但是我们把他的姓名 年龄入住住在哪里 你站他的身体状况之后 你也知道他的病因在哪里 是是 病因找出来以后 你要找出他 为什么原因活在 是 原因活在的时候 你这原因怎么去解决 去解决以后 对他的事情有没有解决 是 但是我每次问他一件事情 我不会从一个 谱卦就把它做断 我是要两个 两个都一样 表示这个就没有差错了 是 你假如两个不得一样 你再再谱一个变三个 卦来这解释 是 应当是比较正确了 是 所以我这依照卦师来解 是 卦师来解 那么室内人都没有圆满 是 你怎么去谱卦就能解决 那像是这一副灵的话 我们从外相知道以后 到底他一般的人从肉眼看 他有什么样的情况 然后来攻射什么样的联位 对 其实他常常会精神失常 乱讲话 不乖 就是胡言乱语 甚至他所做的事情 你想象不到 仓乎平常 对 那些都是有一副灵的关系 是 是 我们谱卦 他一副灵从哪里来 有些是从子贤的不平安 有些是对他的兄弟姐妹 都常常都会有这事情发生 是 所以这是要公射一副灵的联位吗 对 但是就是说一副灵联位 是当你有这样的事儿 就会来受一副灵 尤其我们人生下来的事儿 有碎铺 所以我们叫碎铺 你四摇跟你的脸相冲 叫碎铺 碎铺人 天灵盖是开着 是 开的时候灵界会依照你 从你的天灵盖进来 来影响到你 也就是你身为他所用的 是是是 那叫一般 那是碎铺人 是 比较会有一副灵 是 碎铺也就是碎 也是太碎嘛 太碎是你的天 你的长辈 你的神佛 甚至你子贤的家 你跟他就冲破了 所以当然你会不胜 是 所以这个一副灵的公社 真的藉由我们全台湾各地的法师们 如果沾挂 沾到的情况 又刚好符合这个人 他的外面的显示出来 就是如此的话 那在水陆大法会的时候 这些亲人或者是一副灵的联位 你就要公社了 不过有一种联位叫做病魔的一副灵 或者是病魔生病的人 到底要怎么样来公社呢 是 当有些人有重病 重病你也要问他 你扑瓜 是什么病 他原因活在 对不对 所以现在很多人来 就是来公社说 我要受宴京在职 其实 这一定有病 应该公社 并无菩萨连位才对 你不要把你身体的病 当成在职 你当成菩萨 对不对 是跟我一起修行 来做这样的效果会很好 是是是 所以其实当我们在水陆大法会有公社这么多的联位 我们还有很多就是个案 譬如说理不清的啦 有些以前周姓说两个两性祖先已经是交恶了 所以就发誓说 缠不高水没劳 下一辈子 下一代绝对不往来 可是偏偏他们这个下一代的人忽然两个人 这个姓氏跟这个姓氏跟这个姓氏谈恋爱了要结婚了怎么办 这个解冤还是要释结嘛 所以有这些的问题可以打电话来询问一下 尤其我们常常事务部的人员接到这个怪问题也是真的从来没有听过的呢 一定会去请教 请示我们的师父到底要怎么做 如果真的是几世以来所结的这些冤孽的时候呢 师父一定要请示我们的王山老祖师尊 才有妙法来帮我们解套 那这个时候你说是不是民洋良力呢 真的就是如此 所以说在我们所有的善信大德 我们的信众们 如果说你真的遇到了很多的问题困扰了你 可能已经好几十年了 要怎么解决 当你看到了我们的节目 我们真的欢迎你 有什么问题你不要客气 打电话来我们 残疾山卫星圣叫先佛寺的事务部 来询问到底如何解决你的这个疑难跟困扰的地方 那我们先佛寺事务部的电话就是 零四九二七二四六六九 零四九二七二四六六九 当然水路法会已经到了 如果你还没有报名 要赶快直接传真 就可以传真到零四九二七二四零五八 以及零四九二七二零六七二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除了宣导我们源泉法师 那他是在我们水路法会环保组的组长之外 这些环保的工作一定要做好 大家同心协力 这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 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 在我们水路法会里面 我们知道就是说地基组 也是很多人公社 比如说现在有人住家 或是工厂公司 甚至有很多的盈利场所 现在也都懂得来公社这个地基组的联位 地基组的这个书胜 请跟大家讲解一下 是 一个我们所住的地方 我们的工厂甚至的公司 是 都是地基职来替我们保护的 地基职依照师傅的开示 是 是我们家 那个老人家 最爱护我们的人 来在那边保护的 所以我们在水路法会 所有工厂公司 家庭的地基组 当然地基组我们要供养他 他那么神在灵在 那么你一供养以后他平安 我们家庭的手碎事情的小 但是有些人就不给你受地基组 也不让你拜地基祀呢 像我家里我妈妈 他就说 你阿嬷在那时就不能拜了 所以你现在也不可以把我拜 那这样要怎么办 所以我家庭就不好了 所以那么我现在就想 既然不给我拜 那应该拜是五节来拜 但是他不给我拜 我就是在这个法会的时候 来受力地基祀的联位 来供养他 让他平安顺利 我们家庭大大小小 手碎的事情就比较少了 是 所以有很多人 就是说他没有拜地基祀的习惯 那所以他只好在我们水路法会的时候 你来供赦 这也是相当如法的 而且非常的殊胜 让我们的地基祀 在这八天里面 可以来这里听经文法 你说他回去工作更认真 保护我们的 来护佑我们的更加认真 智慧升高了 所以其实刚刚我们的原权法师 也开始说地基祀就是我们的守护神 有可能就是我们到的祖先做得很好 师父也跟我们开始说做得很好 来做我们的地基祀 所以说要保护我们的 所以平常我们有一年 有特殊的节日 师父开始家里一定要拜地基祀 所以在我们庙法府团里面都有 但是水路法会如果说你是有做一些盈利事业的 你有你有开店的 你有做一些公司设立的 工厂设立的 那你一定要来参加地基组联位的公社 真的你做起事情来顺了顺了 顺了就是贪金了 对 不然是会麻烦 你这个事情还没解决完 那个事情又来了 生意人最怕这样子的 平安顺利就贪金了 是啊 是是是 如果烦恼都没有 我们烦恼都在家 我们没有地匪 心打不开 是是是 没有好想跟完立定 是是 人家最怕在社会就在家 烦恼 是是 那如果有地匪 完立定 我们就没有烦恼 是 尤其我们烦恼都对人改来 所以我们在这个水路法会 是 师父 他的发心这么大 是 给我们大家的这个机会 我们就好想 不要说收一双钱 是是 大家来花这个钱 一定会用力 是 让你探索更多 有点有点 尤其来跟我们做发工的人 你说要怎么前后八天 我这八天 我全部都到了 那我的工作 隔着怎么办 其实我们师父 婚姻产师也在开示 我们会缺的 就是我们缺烦恼 烦恼不缺 你看看 我们香拿起来 祈求的事情太多了 那我想很多人就说 常常跟老祖说 我怎么样怎么样 老祖一定 在无形当中 让你得到这个法医 说 好像我的事情 已经很圆满解决了 这老祖已经 开始为我们来做加持 让我们很多事情 来这样化解 水路法会 我们老祖的圣诞千秋 举办的这个水路大法会 也是让我们消灾化解 也是让我们报恩 也是让我们忏悔 这个时候你应该都参加了 不过我们知道 就是说我们水路打法会 有一个在圆满日那天 特别的殊胜 也就是说我们有除了送胜之外 就是帮送胜 待会再请你讲好了 我们知道有一个叫做玉胜 这个玉胜 这个玉胜很多人去参加 而且玉胜还有文书要功练 那我们都知道其实玉胜很特殊的就是我们新湖是有很多宝 其中的宝这一宝还可以让我们消灾化解 是我们水路法会在卫生圣殿受有益胜 是益胜那个水的水的油也是油 是我们生活是五油胜 正胜 就在经过乘了 松树就对了 松树 收到我们乘去提炼 提炼出来的 对 那是正义 在那里我们算是微生圣殿 是 像我们自治讲的 我们文书好联 我们去给益胜 就是说那个 释迦摩在手里面一边几天嘛 我们要听听的基地 我们要调合嘛 是是是 你把益胜水 你把自己当作我是这个佛 因为起来把自己从头淋下去嘛 定于把淋我们自己给我们行屋 那些肉的都洗掉去 是是是 让我们清掉嘛 是 那是益胜的目的 是是 所以就关甲成真 是 你就去那里淋 淋去淋我自己呢 把肉的都洗掉 那是益胜的最大的目的 是是是 所以我希望说 如果我们去做二天 还是我们有在参加法会 我们就入那里 去做益胜的工作 是是是 这个机会懒得 没错 大家要保 对 我们知道这益胜 这我们说过 我们幸福是很多保 其中这个午夜松 就是真的就是保 而且就是我们的残疾山 幸福是总本山 他真的就是一块的净土 所以种这个松树 是种花草 特别的茂盛 这个用这水来做熬到 这个非常的精华的时候 当我们的玉盛的圣水 真的就是洗涤了 我们身上的这一些 不好的这些的污垢 污浊 让我们在借由水路大法会 玉盛的时候 帮我们洗涤的干干净净 你就是又是一个全新的自我了 所以如果大家在我们水路法会圆满的当日 您有空就在中午 大概中午早上快到中午 那个时候就开始有预盛的时候 这是很殊胜的 那其中我想就说我们送盛 就是将我们的这一些的文书 藉由我们的法船来带走了 但是呢 藉由法船来带走了 这一些还是有一些的灰烬嘛 也是环保的工作嘛 对 其实这个是宝 宝 你所有送经的东西精彩在那里面 对对对 所以我以前 像他们有的拿去打打你 其实我把那东西 我家里种水果嘛 我就拿一些带给那个橘子 对不对 牙牙牙的 是是是是 是不是 真的是宝 真的是宝 15个我们先无事 有没有我们以前大学 那那些都拿在那里 我们以后买到去 去起来 我们就很平安顺利了 那也就是结界嘛 是是 所以我们真的非常的高兴 今天我们的源泉法师 他除了是我们维新圣 叫新佛寺的法师之外 这一次水路大法会 他担任的工作 就是环保的工作 环保大家一起来 就是这么大的一个水路大法会 更需要很多人来帮忙环保 做好 也不要个人制造太多的垃圾 有人带很多饮料来喝 然后随便乱丢 哇 这是不太如法了 今天谢谢我们的源泉法师 来接受访问 谢谢你感恩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谢谢 同时我们知道 我们的师父上混下缘禅师 特别的开始 就是我们王残老祖师尊 开始我们大家 灵魂不安 家中也是绝对不安的 祖先也是不安 尤其我们为人子女的 你事业要做顺利的话 一定要心安 所以水路大法会的真实意 就是在祈求国态民安 风调雨顺 世界和平 家家户户都能够圆满幸福快乐 而可以藉由水路大法会 来达到名阳良力 世界和平 所以这就是我们维新圣教最大的本愿 今天谢谢各位收看 水路大法会义工立人天 祝福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